昭君出赛 汉朝跟匈奴和亲的这个故事 可以说家于户晓人人皆知 但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物 我们却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 昭君原本只是为宫女 不是皇家之戏 也不能封为公主 昭君是个封号 是他出赛前皇帝赐给他的封号 意思是他有光明汉宫的美丽 代表汉皇去光照匈奴 而之所以说他叫做王强 一个说法是 他进宫的时候是沉着船去的 强指的是船的桅杆 所以宫廷就以王强为他的名字 我们说回正题 公元前33年 昭君被汉原帝赐给匈奴首领 忽汉爷缠鱼 忽汉爷很喜欢昭君 两个人还生有一个孩子 两年之后忽汉爷去世 忽汉爷的儿子傅朱磊 成了新缠鱼 而在匈奴人的风俗中 老缠鱼去世后 即位的新缠鱼享有老缠鱼的一切 包括他的妃子 也就是说按照风俗 昭君将要面临再嫁的命运 所以这个时候 昭君向汉王朝请求归国 上书求归 但汉原帝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 接替他的汉成帝 勒令王昭君从胡俗 也就断了他返回中原的念想 于是新缠鱼 傅朱磊就娶了王昭君为妃 从辈分上来说 傅朱磊是昭君的儿子 昭君是傅朱磊的后母 按儒家伦理来说 两人的结合属于乱伦 不过这种习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还知道在西藏等地区 还存在义夫多妻 或者义妻多夫的现象 以及匈奴人的这种乱伦文化 它是否对后世的朝代有着影响呢 我们这期就来说道说道 大家好我是老曾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这期来聊聊历史中的伦理和乱伦 说到伦理 我们很难不想到金庸小说中的段誉 天龙八部简直就是 段誉一家子认亲的过程 跟同父异母的妹妹不能结婚 如果有则是家族丑事 是天理不容 但在儒家文化之外 位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对伦理有着很不一样的观念 前面提到的匈奴缠鱼 他跟自己的后母昭君成亲 这种习俗叫做收继婚 或者叫转房婚 也就是女性在丈夫死后 要嫁给他家族中的其他男性 例如王夫的兄弟 外甥儿子等等 当然这里面要除了亲生儿子 匈奴人发现 女子跟亲生儿子结婚 生出的后代有遗传病 所以这种收继婚制 不允许出现亲生儿子 跟母亲结婚的这种情况 收继婚广泛存在于 北方游牧民族 例如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元朝 蒙古人在灭掉 金和兰宋之后 在中国全境 推行了蒙古的收继婚制 不过这导致了 有着伦理观 有着真操观的 汉族的强烈抵抗 最后元朝政府 只能彻底取消 在汉人中推行收继婚 除了元代 我们再说说唐朝 史学界有个 脏堂乱诵这个说法 说脏堂 是因为唐代的 蓝女关系比较特殊 例如唐高祖李渊 攻破了隋朝建立唐朝 他宁信了隋阳帝的遗孀 尹章二人 而李渊跟隋阳帝 是表兄弟 更为甚者 后来李渊的儿子 李建成继续宁信 尹章二妃 再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纳了弟弟李元吉的遗孀 杨氏为妻 再比如说武则天 武则天刚进宫的时候 是服侍李世民的 而唐高宗李治 在他的父亲李世民 还健在的时候 就跟武则天有染 李世民死后 更是纳武则天为皇后 再比如 杨玉环原本是 李隆基的儿子的妃子 后来 李隆基把杨玉环抢过来了 也就是说 霸占了自己的儿媳 这些我们都能看见 收继婚的影子 也就是说 不过这并不奇怪 因为唐朝本身 就不是纯粹的汉人王朝 用义仲天先生的话来说 隋唐是浑血王朝 唐代的宰相 大多就是鲜卑 等北方民族的后代 比如牛 斗 高房 鲤鱼等等 这些可以明确地追溯到 他们的鲜卑族 或胡人的祖先 金融小说中 有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叫做孤独求败 看他的名字 我们能推测出 他应该也是鲜卑人后裔 而且在唐代的时候 家族也阔过 言归正传 唐代的蓝女的开放的这种风气 是北方游牧民族 收继婚的体现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种在中原文化 看起来乱伦的风气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 在古代 人口就是生产力 种地要靠人 打仗也要靠人 而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 可以说生育率是最低的 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 生育率为什么这么低呢 历史学家高凯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 在他的论文 地理环境 跟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 这篇文章中 高凯调查了 大兴安宁到西辽河 以及殷山南北 到阿拉扇高原 和阿尔多斯高原 以及其他 流行于收继婚的区域 高凯发现 这些地方的土壤成分中 有效芯 铁 蒙等微量元素含量很低 也就是说 这些环境中缺乏微量元素 由于环境中缺乏这些微量元素 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人 突厥人 等等北方游牧民族 他们的人体也跟着缺乏 这些微量元素 在妊娠的时候 最为关键 由于缺铁 缺芯 导致大量的女性 死于蓝产 以及蓝产的并发症 于是导致 男女的比例 严重失调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蒙古国 长期面临着人口难题 从蒙古建国以来 他们的出生率 大多只维持在2%左右 直到1960年到1970年代 蒙古国政府才意识到 出生率的重要性 于是开始实施 一系列的奖励生育措施 而内蒙古的例子 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直到上个世纪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 内蒙古男女比例 曾经高达127比100 也就是说 127个男性 才有100个女性 在一些极端的地区 比如乌兰查部盟 人口的比例 曾经达到150比100 物以稀为贵 育林妇女大量死亡 导致育林女性的极度缺乏 而为了保证正常的种族繁衍 匈奴和鲜卑不得不采用 这种收纪婚的婚姻形式 来确保健康的育林妇女 尽可能地都能去生育后代 在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 女性的生育能力 成了一种被争夺的资源 这就造成了蒙古女性 即使丧夫也不能守寡 也不能离开家族 这一点让人联想到 美剧《使女》的故事 美剧《使女》的故事 构想了一种残酷的未来景象 说是由于地球的环境污染等因素 导致人类的生育率骤降 只有少数的女性有生育能力 这些有生育能力的少数女性 被称为使女 而在这个新的国度 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 女性只能从事很有限的工作 女性也不能拥有财产 不能处理金钱 也不能读书 而在历史上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也有这些特点 例如在蒙古社会中 女人的人生权 财产权 抚养权 都属于夫家 女性完全成了夫家的财产 蒙古人娶老婆 要付高额的财你 这是对娘家的补偿 相当于买婚 既然夫家付出了高额财你 来买掉你 那么女性自然也就成了 夫家的财产 婚后的女人 就像帐篷牛羊一样 成为夫家的财产 所以自然不能随便浪费 蒙古建立元朝之后 把这些风俗带到了中原汉地 我们曾经聊过 宋代的女子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例如宋代的女子可以离婚 离婚的时候可以带走自己的嫁妆 到了元朝 女子依然有离婚的权利 但她不允许带走嫁妆 也不能带走子女 在这样的习俗下 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蒙古等牛木民族 产生了收继婚这种制度 所以北方民族 并没有所谓的真操概念 要知道陈吉思汗 躺在病床上还没断气呢 她的两个儿子查贺台和窝阔台 就在为一件事争吵 为什么是争吵呢 那就是谁能娶大汗的美倩 而作为对照的是 中原王朝从东汉开始 就开始讲究女人要守节 其中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寡妇不能改嫁 甚至发展到未婚夫死了 也不能改嫁 我们解释了匈奴 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 他们这种收继婚的由来 我们不妨再说一下另一种形式的乱伦文化 除了这种儿子跟后母结婚 兄弟跟嫂嫂或者弟妹结婚的 还有一种乱伦文化 存在于西藏 以及跟西藏接壤的云南 四川等地方 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七多夫制 也就是兄弟几人 共娶一个妻子 他们生下的孩子 管兄弟中的大哥叫爸爸 管其他兄弟叫叔叔 这一家人中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房间 妻子在决定跟哪个丈夫过夜之前 都会用某种方式告知对方 例如在过夜的时候 在房门前挂上自己的帽子 或者放上自己的鞋子 这样其他人就会心知肚明 不再登门打扰 这有点像合租的美国人 他们会在门上挂上领带 让室友不要来打扰一样 2013年上映的电视剧 西藏秘密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贵族兄弟站堆和土登格勒 他们共同娶了一位妻子 而兄弟两人 在为谁去同房的问题上 互相谦让 显而易见 在中原汉人看来 这种多偶制 显然也是一种乱伦 不过这种风俗的行程 跟我们上面提到的匈奴人一样 也有现实因素 在西藏 四川 还有云兰等地 这些地方地处高原 可以利用的耕地面积非常少 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维持并不多的土地 所以一个家族中的几个儿子 如果都要分家 如果要分别取妻 就必定要分家 分家后就会造成家中财产的分割 大大的减弱家庭的力量 而同时也会使得家中劳动力缺乏 影响家庭财富的聚集 所以这种兄弟合取一妻 它能够避免财产分散 能够保存家族的实力 而且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 还能减轻家庭负担 一个男人可以去放牧 另一个男人去耕种 还有一个男人外出打工 而妻子可以在家 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等等 而无论这种走婚还是一妻多夫 其实都是一种因地事宜的 一种经济学的考虑 他们维系了一个大家庭 避免了建房分地 而且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 我们在讲日本的男女混育 这一期中也提到 日本的混育 也有现实中的一些层面的考虑 例如最简单的 当时日本社会还是比较穷的 对于城市的浴场来说 他们负担不起 分别造蓝绿 隔开的浴室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唐太宗继位不久 就发布了政令 规定全国的寡妇 要限期改嫁 改嫁不及时 甚至还有惩罚 并且把这个作为 考核地方政绩的指标 为什么唐太宗 要勒令寡妇改嫁呢 这是因为唐朝初年 人口锐减 生产也没有恢复 所以唐太宗 要鼓励寡妇改嫁 恢复生产来增加人口 而到了宋朝开始讲守节 而到了宋朝开始讲守节 这种道德伦理的背后 也有一定的社会需要 根据复旦大学 葛兆光教授的推算 即使是圣唐时期的人口 也不到八千万 而到了宋朝 宋朝的版图面积已经缩小了 但他的人口却已经突破了一亿 而到了明朝时期 每周的高产作物进入了中国 明朝人口突破了两亿 而到了清朝鸦片战争前 则达到了4.3亿 所以到了清朝末年 有人提出这一阶段的控制人口的办法 那就是建议女人一律不准改嫁 要改嫁就要治罪 终生不能再嫁 由此可见 伦理道德的背后 是社会现实层面的考虑 是一种经济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从汉代的昭君 嫁给匈奴父子 聊到了游牧民族的收纪婚制度 跟他们的生育率过低有关系 而存在于西藏等地的义气多夫制度 也跟当地的现实因素有关联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 这些被中原文化定为乱伦的习俗的 感谢各位的观看 用轻松的姿势长点知识 我是劳僧 我们下期再见